您各位好,我是在旅途中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中国人啊,通常有这么一句口头禅,叫一亩三分地儿 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少管闲事啊,管好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掰吃掰吃 这会儿啊,肯定有朋友说了,你还掰吃什么呢呀 我知道,清朝皇帝入关后,为明确本朝,以这农丧为本 所以啊,在仙宗潭,给自己准备了一亩三分地儿 这呀,叫眼耕田,也叫青耕田 嘿,地道啊,您多知多懂,还真是这么回事 每到这荆泽时候啊,这太子拉牛,皇老爷子福利 到了中午啊,皇后娘娘就跨着这饭篮子 给这爷儿俩呀,把这饭呢,送到地头上 大概其实这样吧,我也是听我老说呀 当年是这么着,给我老爷送的甜头饭 所以啊,以后这老百姓就说了 你看啊,皇上每年都得跟完他那一亩三分地儿 也就是说呀,是各司其职,各自势力范围的意思 我们不是还常听说吗?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能闹出圈儿去吗? 您看,还有这种话 可是啊,问题又来了 这皇上啊,不多不少,为什么偏偏给自己准备这一亩三分地儿呢? 哎,那位大哥又说了啊,这谁不知道啊 清朝时候啊,天下有十三行省 所以啊,这皇帝就取这一三两个数字 就是一亩三分 还有呢,就是皇上要干什么事啊 都得在这阳术上 什么是阳术呢?就是一三五七九 这皇上干活啊,他不能干多了 七十九亩 好家伙,皇帝老爷子非累吐血了不可 所以啊,减少的来 一亩三分,得了呗 哎,这大哥的名字叫百度百科 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我说说您听听,那是在想当初 周天子建国呀,有吉田一千亩 清朝皇帝呢,就在这里边取了一个整数 自周天子以来啊,历代帝王提醒农士清耕吉田 都是三推三反 就是在这田阁里啊,走成这么三个来活 啊,不对啊,是耕田这么三个来活 所以啊,取其三 这样就有了这一亩三分田 其实啊,这地儿不大啊,活不多 那就这样,这皇上也干不完 清朝皇帝这一亩三分田啊,是这么画的 长呢,十一丈,宽四丈 一共开十二笼 您想啊,三推三反,加一块才六笼 这也就是一半吧 剩下呢,有儿子的呢,儿子上 没儿子的呢,王一兄的来 其实啊,这皇上这清耕吉田啊 没我说的这么简单 也麻烦着呢,仙龙坛里啊 收藏着一幅雍正皇帝清耕图 详细的记录了雍正皇帝清耕吉田的场景 皇帝的吉田啊,是采棚下的这一部分 至于两边的呢,大臣来耕 大臣耕田的时候,这皇上可就轻松了 坐在这官耕台上啊,等着皇后娘娘送饭 顺便呢,看着这大臣的刀耕火重视 哈哈一乐,上屋就多吃两碗干饭 您瞧这官耕台啊,它多漂亮啊 以前呢,它是个木头台子 前龙年呢,改成了砖石结构 还在下边啊,镶嵌了黄色绿色的琉璃装饰 在官耕台前呢,就是皇上的吉田 就是那一亩三分地儿 前两年啊,这还是玉台学校的篮球场 后来因为社会上恢复清空田的呼声过高 所以呢,这玉台学校才把这块田给腾退了出来 至于大臣们那些地啊,我看是退不回来了 您瞧没有,人家孩子正踢足球呢 哎,人常说呀,天下名山僧占多 现在不一样了,是天下文博校占多 难道这些学校就不能从这些古剑里牵出去吗 我呀,再跟您聊个小细节 您看,忙碌的皇帝清庚大典中啊 大家都在忙忙兜兜的 唯独这儿啊,有两人一牛 怎么就这么清闲呢 这牛啊,其实啊,他是给皇上准备的备用牛 牛一般都有点的小脾气啊 要不说,怎么有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种民间谚语呢 所以啊,他必须得准备备用牛 即便这样啊,他也不保险 《青石路》记载,嘉庆二十年 皇帝清庚不但主力牛罢了功 这备用牛啊,也犯了牛脾气 跟头把式的皇上老爷子才完成了这三推三反的清庚 刚想坐到光庚台上凉快凉快啊 这时候啊,大臣们的牛不但罢工 而且还犯了风魔症 有的竟然到处乱跑 也不知这是怎么了 最后啊,跟您聊一个我们家关于一亩三分地的故事 当年我祖父啊,看中了一块宅地,准备建房 但是经过测量呢,正好是一亩三分 我祖父非常厌恶这个数字 就在别人那儿又收买了几分地 所以破了这个数字 后来问他呢,他说新人分家购买坟地才是一亩三分 买宅地呀,没有买这个数的 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啊 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这种说法 您发上来,咱们聊聊呗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是我能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再见